我不是医疗相关产业的工作人员 那很多人好奇说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为什么会在癌症希望基金会 做志工这么多年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开始我父母亲受到帮助 我想要回馈 但后来我在跟着癌症希望基金会 帮助很多癌友 跟他的家庭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其实得到更多 几年前我曾经认识一个 很年轻的癌友 那当时我记得医生告诉我 他大概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生命 我就想说我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 那他的梦想是什么 后来我知道说 他想要去纽西兰一个人资助旅行 虽然他的病已经很重 那我就想说或许 协助他完成这个梦想 可以延续他对生命的坚持 所以我就帮他买了一张商务舱的机票 那后来他真的拿着这张商务舱的机票 自己去纽西兰自助旅行了两个礼拜 那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励 我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了那种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不放弃梦想的坚持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但在这个 看起来像是我帮助他的过程 我觉得他给我更多 所以我给他帮助他 我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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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